演过《陆鼎记》,因得罪刘德华被血藏八年,今46岁豪车出行程这般。 说到《陆鼎记》,很多人都会想到陈小春饰演的《韦小宝》这个角色,而他也出演过《陆鼎记》,但是因为得罪了刘德华被TVB血藏了八年,被迫离开香港后北漂,如今46岁豪车出行,活成这般。 他便是马俊伟,71年10月出生在中国香港,是一名演员、歌手,93年签约华纳做歌手,94年加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,98年出演TVB电视剧《陆鼎记》中的康熙,02年参演《洛宇神》,06年评级《铁血保镲》获得《我最最 joue的》。 最喜爱的电视男角色。 年轻时的马俊伟评极多部影视剧,在饰演上有了非常大的进展,不过在一次演唱会上说了一些话不小心得罪了刘德华,据说他后期被刘德华粉丝大骂,在大街上还有粉丝往他身上泼粪。 同时,也因为这件事情,他遭到了TVB的封杀。 如今的他离开香港到内地发展后,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,评级自己的实力还坐上了豪车,上途是一辆价值378万的豪车奔驰麦巴赫,落地400万上下,搭载60TV1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, 最高时速被限定在250公里,百公里加速仅需4.4秒即可完成。 剧中的坐驾疑似是一辆价值70多万的古董豪车,搭载3.5LV6自然吸气发动机,最高时速可达230公里,百公里加速需要6.7秒,百公里油耗载9L。 现在的马俊为已经46岁了,坐拥豪车豪宅的他,生活过得非常充实。 不仅如此,他自编自导了舞台剧偶然,徐志摩大受欢迎,还把这部作品攒来的钱全部去做了慈善。